那接下來我們要來介紹 在氣候變遷還有人為活動 這些衝擊之下 那珊瑚還有珊瑚礁 它面臨到的一些生存的威脅 以及它們有什麼挑釋的機會 那我們知道 珊瑚是建造珊瑚礁的最重要的生物 那珊瑚礁它對人類來講非常的重要 而且有高度的價值 像是建造陸地 保護海岸 然後提供豐富的漁產 還有作為觀光油氣發展的一個重要的資源 那不過在過去長期人類過度捕捞這些海洋生物 然後另外開發沿岸地區 那造成這個環境改變 造成破壞產生了污染 那也對珊瑚礁造成很大的一些衝擊 那另外的話就是在過去三四十年來 這個氣候變遷的因素的影響 那也越來越明顯的衝擊到這個珊瑚礁 那其中最明顯的就是這個海洋暖化 所以各位已經可以聽到很多次 這個不但是陸地上的這個熱浪 那另外海裡面的溫度 也因為異常的升高 那造成珊瑚沒有辦法忍受 那產生珊瑚大白化的 就是珊瑚不健康的一個現象 那這個珊瑚大白化的現象 在它也是全球性的 特別是1980年以後 那越來越多珊瑚在白化 那第一次全球性 整個珊瑚礁都在白化 是在1998年 那第二次是在2010年 那第三次就是在最近這幾年 從2015、16到17 那各位知道在過去兩年 那台灣還有世界各地 非常多的珊瑚都處在大白化 那甚至因為這個不健康的狀況持續太久 那很多的珊瑚也都滅亡了 那也因為這樣子的一個因素 那珊瑚礁現在被認為是 各種生態系裡面 它面臨到生存最危急 然後全球性正在快速衰退的生態系 那氣象資料還有這些衛星搖冊資料 提供我們很豐富的一個環境資訊 來了解我們的環境 像是這個大範圍的一個海表面溫度 我們就可以看到 台灣非常有趣的 這個北部是屬於雅樂帶的環境 但是到了南部 它就是樂帶的環境 那非常適合珊瑚礁的一個良好發育 那台灣除了受到這個水溫的因素的影響 那另外還有東北季風、西南季風 還有受到這個暖流、黑潮 還有這個南中國海表層流的影響 那特別是我們提到很多的這個颱風 那這些都是塑造台灣 珊瑚跟珊瑚礁未來發展 還有影響它命運的一些 很重要的一些環境因素 那在這樣子的一個環境條件下 那台灣沿海其實到處都有珊瑚 但是珊瑚礁就像人類的這個 珊瑚礁是海底的這個繁華都會 大城市它就只能夠分布在南部的地方 像是蘭嶼、綠島、恆春半島、小琉球 本身就是一個珊瑚礁島嶼 還有澎湖南部 甚至東沙環礁 還有南沙的太平島 這些都是我們所擁有的珊瑚礁地區 那為我們帶來很多的資源 那另外除了前面提到的這個海洋異常暖化 珊瑚大白化 那也像前面幾位講者所提到的這個強烈颱風 已經造成很多次不但是陸地上的衝擊 連海裡面也逃不過它的影響 那最有名的例子也是這個2009年莫拉克颱風 那它造成在墾丁海域裡面 一些這個已經百年以上的這個珊瑚的傾倒 那另外一個最新的例子就是2016年 各位知道在綠島有一顆千年以上的這個大香菇珊瑚 在這個2016年的墨蘭地颱風之後 它也倒了 所以這個都是打破過去千百年來記錄的一些環境的衝擊 那也是我們要學習如何因應未來去面對的一些挑戰 那在海洋的保護方面 那最有效的方法就是成立海洋保護區 而且不能只有一個 要好幾個形成一個網絡 就像我們的雞蛋不能放在同一個籃子裡面 你要分散風險 那台灣在這方面 過去幾年有比較好的一些進展 那我們最早的海洋保護區 保護珊瑚礁的 就是1984年成立的這個墾丁國家公園 那接下來第二個就是2007年 成立的這個東沙環礁國家公園 還有最近2014年成立的澎湖南方四島國家公園 這些地方都有 還保有相當良好的這個珊瑚礁 還有豐富的珊瑚 那形成了我們的海洋保護區的網絡 來因應未來氣候變遷造成的一個衝擊 那在這些地方裡面 也就是在南海的北部台灣附近海域 那它最大的一個 最有特色的一個環境特色 就是這裡有很豐富的熱帶 潛海溫暖的珊瑚礁 那同時呢 這裡也有從深海來的這個冷水的永生流 會定期的入侵到前海 那跟這個前海暖水做一個交會 那主要是在這個南海北部 那我們可以看到在這個衛星搖側上面 那一波一波這個波浪形成 那這個是全世界最強的內波產生的地方 那這個很強的內波 它被引發深海 一兩百公尺以下的這個冷水 那入侵到前海 在退潮的時候 那冷水就會跑到前海來 所以會造成這個六小時的時候 是溫暖的海水 可是接下來六小時 替代了這個深海來的冷水 會形成這個忽冷忽熱 溫度劇烈變動的一個現象 那這個情形在東沙環礁的外環礁 還有在墾丁海域的南灣海域 那都有相當詳細的一些研究資料 那如果各位有機會到墾丁去潛水 那也會經歷到這樣子一個 水溫劇烈轉變的一個 很奇特的一個經驗 那這個我們叫做間歇性永生流 就是漲潮的時候是溫暖海水 那退潮的時候 深海的永生流就入侵到前海 變成冷水 那它最大的一個重要性 就是它是海洋暖化下 珊瑚礁的庇護所 那我們知道這個 在海洋異常暖化 溫度過高的時候 如果長期溫度過高 珊瑚受不了 那它就會死掉 可是溫度比較高一段時間 然後冷水入侵到前海 那就會舒緩 它受到這個高溫 造成的一個不利影響 那我們大家都很有經驗 就是這個夏天 這個外面太陽實在太大了 太熱了 熱浪來襲 那我們人類怎麼樣調整 我們就去進到室內吹冷氣 那這個冷水的永生流 就像提供這個珊瑚的冷氣一樣 所以能夠緩解這個海洋暖化 對它造成這個劇烈的傷害 所以能夠成為海洋暖化下 珊瑚礁的庇護所 那剛剛在我們的幾個 國家公園海域裡面 那都有這樣一個間歇性 永生流影響的礁區 那也還保有不錯的這個珊瑚礁的數量 那另外一個就是在海洋 一場暖化的時候 那颱風也會很容易形成 那颱風就會造成不同深度的海水的一個 很劇烈的攪動 那也會把深海的冷水帶到前海 那也有這樣子的一個降溫效果 所以海洋大氣陸地 這種氣候環境的變動是非常複雜 而且動態的一個過程 那經由這樣衛星搖測 一個環境資料的監測預報 另外就是這些氣象浮標的一個即時監測 那再加上我們潛水人員在不同的海域裡面 進行這個海底水溫的監測 生態的調查 那會形成比較完整 周全對我們整個環境生態的一個了解 那在這幾個海洋保護區裡面 那我要特別介紹這個墾丁國家公園 因為它的歷史最悠久 它的資料最完整 也有非常多有趣的一些現象 而且是大家非常關心的這個海洋環境 那第一個就是在這個墾丁國家公園海域裡面 那它在這裡的造礁珊瑚種類 那它有高達300多種 那它的等級是跟澳洲大保礁同樣的豐富的 擁有非常豐富的這些海洋生物資源 那第二個就是這裡有台灣第一個國家公園成立 很早1984年就要來保護這裡珍貴的這些自然資源 那這裡也有這個恒能山場的建立 那我相信大家都非常關心 這裡最有名的河山場出水口 不過現在已經有不同的發展 那我們待會兒會介紹 再來就是2000年成立的海洋生物博物館 這個是國家在海洋教育研究保育裡面 最大的一個投資 那所以在這裡有這些重要機構 有長期的監測研究 所以我們在這邊有更完整的了解 那在墾丁國家公園海域裡面 那很不幸的 其實在過去幾十年來 也是全面的環境在衰退 所以真正還能保有很好的珊瑚礁 其實不多 那這裡面最重要的其實是在南灣西側海域的 後壁湖海洋保護區 各位如果有機會 那邊有一個後壁湖遊艇港 那就在它的外面 那後壁湖它整體來講是全台灣最大的這個珊瑚礁區 就是地質年代發展以來 它就是很好的珊瑚礁的海域 那另外的話它比較不會受到人為的污染破壞的干擾的影響 還有就是歷經了幾次海洋異常暖化事件 那這裡珊瑚很少白化 那就是就算白化了 那珊瑚受損了 它也能夠很快的恢復 所以這個地方具有我們所謂的對環境變化一個高抵抗力 高恢復能力的一個珊瑚礁的特性 那這種珊瑚礁在全世界 在台灣都是我們要集中重要資源來優先保育的一個環境 那在它成立成為海洋保護區以後 那這裡的漁業資源現在也恢復的相當豐富 那另外就是最有名的 在這個後壁湖保護區旁邊的這個河山場出水口 這個地方因為電廠溫排水的影響 那溫度一般來講升高了2度 可是這裡同時受到 我們剛剛提到間接性永生流的影響 所以溫度升高2度 那永生流入侵的時候 那它的溫度就下降了 所以形成非常劇烈的這樣子的一個溫度變動的一個情況 那另外的話在過去從1900 它也發生了好幾次珊瑚白化 尤其這邊有溫排水排放 所以溫度比較高 一旦整個區域異常暖化的時候 那這裡的溫度就更高 所以在1988 1998 2007 2016 2017 它都發生珊瑚大白化 那珊瑚會受損 但是珊瑚復原的非常的快 那另外這邊的溫度比較高 所以現在的珊瑚數量非常的豐富 很多的研究也越來越支持這裡的珊瑚 其實已經在長期暖化的影響下 已經發展出耐熱的一些特性來 還有一個就是這裡 因為環境特殊的情況 那珊瑚現在長得非常好 其實過去大概五年來 這裡的珊瑚就非常豐富了 它成為墾丁最佳的浮潛和潛水的一個地點 所以這是我們在台灣人為創造出來一個非常特殊的環境 還有一個就是在恆春半島西部 就是從海參館所在的這個後灣到萬里同這一帶 那在過去二三十年來 這邊已經呈現長期衰退的一個情況 那個海水很混濁 然後珊瑚的數量很少 那不過最近有了好消息 非常令人振奮 就是大概在五年前一些監測的結果 顯示這裡的珊瑚 經過了二三十年的這個衰退衰敗 最近開始慢慢生長 而且有些數量已經達到前幾年的 五到十倍了 那主要的一個可能原因就是這裡的水質 我們監測的結果慢慢變好 可能跟恆春鎮污水處理場的啟用有關 還有近岸的這個水土保持慢慢在改善 所以另外這個也呈現了 就即使受到這個環境的衰退 在我們人為努力下 做好基礎建設 污水處理 水土保持 那珊瑚就能夠快速的復原 幫助他們因應未來氣候變遷的衝擊 那即使在這麼多努力下 那另外還有一個長期的隱憂 就是海洋酸化 我們排放的大二氧化碳 融到海水裡面變碳酸 那海水變酸 不利於珊瑚的生存發展 那有科學家預測 2050年也沒有剩多少年了 2050年野外的環境 因為氣候變遷 因為環境改變 恐怕已經不適合珊瑚在野外發展了 所以如果它真的發生了 那我們建立起來的這些活珊瑚的生態水族鄉 那就是他們的諾洋方舟 在野外無法生存的情況下 在人為努力保護他們 那這個是在海參館 珊瑚王國館的活珊瑚展示 那在那邊有一系列從幾十噸到上百噸的 這個活珊瑚的生態缸 保存著100多種活珊瑚 同時做展示教育 研究保育的應用 那另外的話是在海參館的水族實驗中心 那裡有全世界陸地上最大的這個珊瑚養殖場 我們建立大規模珊瑚的人工培養技術 那這些人工培養的珊瑚 那也可以應用作為這個生衣材料 海洋藥妝還有海洋觀賞 水族以及生態修復的一個應用 那我們希望透過提高這些珊瑚的附加價值 來推動珊瑚的保育 那另外在海參館 我們也建立了珊瑚的完全養殖技術 從珊瑚出生生長然後成熟生殖 然後到再產生下一代 它都可以在人工環境下完全的養殖下來 那另外我們也可以也發展的利用 利用改變溫度還有燈光的亮暗周期 來控制珊瑚的生殖時間 那就像我們的園藝界 你能夠控制開花時間 培養花卉產業 那我們可以控制珊瑚的生殖時間 來培養各式各樣的珊瑚 那要達成這些夢想 那最重要的就是優秀人才的培育 所以在過去我們投入相當多的心力 跟國內外各個單位合作 來培養優秀的國際化的海洋人才 像珊瑚礁大使 那希望他們未來成為環境領袖 保育我們的各種環境 那還有跨領域的一些人才 那培養他們的創業精神 那在這些努力之下 那我們的願景是打造世界級的珊瑚王國 那這有非常多的任務要完成 那第一個他就是需要 很多的優秀海洋人才 特別是我們的珊瑚礁大使 那其實也就是我們大家 那另外打造各種方舟 在海生館 在各個學校 然後推動在適當的環境下 培育大量的這些珊瑚 建立珊瑚牧場 農場跟工廠 來保存他們 還有更重要的就是 在野外這些能夠長期保存的一些環境 像是珊瑚礁的庇護所 那我們要集中努力 來做好經營管理 還有善用我們所擁有的一些 特殊環境條件 像河山場出水口 來培養能夠適應 調適未來暖化衝擊的這些珊瑚 在人為環境受到污染破壞控制的情況下 去推動一些珊瑚礁的富裕 另外推動珊瑚礁產業 讓我們的經濟成長跟環境保護 能夠相輔相成 像是生態旅遊 一些生物科技生衣材料 海洋藥裝的發展 還有利用人工培育的珊瑚 來作為海洋觀賞水族 還有生態修復的這些產業的發展 那希望透過我們大家的共同努力 能夠促進台灣還有全世界珊瑚礁的永續發展 謝謝 謝謝樊教授的演講 其實我念研究所的時候 曾經參觀過海生館的中關生態池 那時候還沒有意識到珊瑚王國有這麼多的可能性 今天聽到分享會議良多 那想跟您請教的是 有關於溫度這件事 就是珊瑚是海洋裡面對溫度非常敏感的一個生物 那像是氣象局的一些海上衛星 或者是一些海溫變化的這些資訊 能夠提供給珊瑚的一個管理 或者是保育什麼樣的一個訊息 是 那些是非常重要的一些環境訊息 各位知道做野外的工作 那它不但經費需要很大 而且它其實是困難度挑戰度都相當高的一些工作 那像衛星搖冊 或者是這些氣象浮標提供的一些都是非常重要的環境資訊 那尤其是像颱風的衝擊 那我們在評估颱風的影響 如果我們發現珊瑚礁受到嚴重損失 那我們就要去調氣象局的資料 看那個時候浪高多高 然後颱風到幾級 那另外一些相關的風力啊水溫的資料 來幫助我們去了解當時的一個環境狀況 那所以是非常感謝這個氣象局 還有這些辛苦的工作人員 就是他們提供我們非常多重要的一些基礎資料 來幫助我們了解環境的改變 那再進一步請教 這樣子的一個資訊 對教授您在進行一些珊瑚的調適策略的擬定上面 有沒有什麼樣的一個訊息 或者是什麼樣的刺激 是 就是像我們做生態的 主要是針對不同的地點 所以我們研究的尺度比較小 那但是像這個衛星搖冊 還有一些不同地點的一些環境資料 那就提供我們比較大尺度 或中尺度環境的一些變化 而且很多資料它都是長期的 那跟不同領域 像衛星搖冊專家 還有這些海洋物理的專家的研究 那就可以輔助我們去更針對不同地點 這種比較小尺度的一個了解 所以透過他們這樣長期比較大尺度的 那能夠讓我們 我們是看樹木 那透過跟他們的合作 讓我們看到整個森林 所以有比較聚觀跟微觀的結合 所以幫助很大 了解 那我想聚觀跟微觀的結合 能夠讓我們對整個系統的一個概況 能夠更清楚 那謝謝梵教授的一個介紹 謝謝大家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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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